消防人員齊心合力 將遭到土方活埋的工人 從一個人高的坑洞裡抬上來 還持續對他CPR 因為工人被救出時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工程人員向警消表示 因為前兩天下雨 10號上午工程單位 趁著天氣轉勤 在高雄南子區中山高附近 進行污水下水道工程 因為取信工人的經驗豐富 進入深度約兩公尺的工地坑道 探測地層土方 沒想到卻突然發生崩塌 取信男子不到一秒遭到活埋 其他工人見狀立刻跳下坑洞 有人拿鐵敲工具 甚至還有人拿把克杯來挖土 直到取信工人露出頭部 取信男子被送到醫院急救 家屬聽到消息 立刻趕到急診室 媽媽更是焦急的 在病房外面也面痛哭 雖然最後取信男子經過急救 回復呼吸心跳 但情況相當不樂觀 那急救大概40分鐘之後呢 發現說他的心跳血壓都有回來 那目前的話就先轉送家屋病房 做繼續的觀察跟治療 病人是沒有意識的 下水道工程施工 卻驚傳工人 遭到崩塌土房活埋 到底是因為連續大雨 造成土石鬆動 還是工程單位疏忽導致意外 勞工局已經介入調查 記者王家信 陳小谷 SNG小組 高雄報導 居然疫情